- 大家好,今天是8月6號禮拜二,歡迎收看今天的股民當家,我是李歐 台北股市在今天出現一個上下劇烈的一個震盪 很多投資朋友都感到非常的壓抑 但更讓人家壓抑的事情是什麼呢 因為大家看到昨天晚上美國股市一度大跌重挫 我們看到尤其是道琼工業指數是代表美國30檔最大的股票 一度大跌接近千點,逼近千點 最多的時候大跌高達962點 收盤還是大跌了767點 所以整個平均跌幅都超過2%以上,接近3% 甚至於說廢城半導體跌幅更高達4.36% 廢半跟台北股市的相關係數是很高的 連動係數高達90%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說 台北股市今天早上完蛋了 一定是揣蛋嘛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恐慌 可是實際上呢 我們看到這個媒體上的新聞也確實是這樣子 你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上的媒體訊息說 川普的幕僚建議這個地方暫時擱自跟中國談判 先不要談好了 那中國這邊他也傳出來說要暫停從美國買農產品 但是下面這個訊息後來被證實是真的 是中國他確實也這樣子做了 那上面這個訊息呢 只是一個建議嘛 目前還有這個持續談判的一個計畫 好 那最主要讓川普 還有讓昨天美國股市 還有包含今天旁後美股的電子盤 來早上一度下跌400點500點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川普暴怒啊 因為看到人民幣扁破7之後 因為去年跟前年人民幣都守在7 對於官方強力的干預 但是這個地方扁破7 他就變成一個信號 什麼信號呢 就是中國準備要跟美國進行一個貨幣大戰 準備要打貨幣戰爭了 所以川普暴怒嘛 他說這個就是在操縱匯率 那既然他是在操縱匯率 中國本來被美國列為一個匯率觀察國 操縱匯率觀察國 他現在正式準備要把它列入成為一個匯率操縱國 哇這個情況就不一樣了 這個情況變得非常嚴峻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你看我們剛剛提到嘛 2017年跟2018年 那時候都6.9多 接近7都沒有就是扁破7 但是在這一次這個地方 官方終於放手 不去守這個7的這個重要關卡嘛 心裡面嘛 所以他很有可能會造成這個資金外流嘛 這是宣告說這個地方 中國跟美國正式掀起一個貨幣大戰 這個貨幣大戰 那被這個美國總統川普解讀威 那這個地方 中國想要透過貶值來刺激他的出口 刺激他的經濟 維持他的經濟成長嘛 那可以抵消部分 川普在新一輪關稅克增10%的這個損失嘛 所以照這種情況之下 哇這個不得了 川普當然很生氣 可是我們在昨天 大家看到這種利空訊息一大堆的時候 那他一定很恐慌 想說開低是一定必然的嘛 那很多人開低還想說這個地方可能會繼續殺 那會殺很多 那今天可能收盤收低 但實際上我們在昨天就跟大家分享 昨天是8月5號禮拜一嘛 我們昨天就跟大家分享一個特別的現象 也就是說各位合作者去觀察大盤這個小秘訣 你去觀察60分的這個K線圖 你把這個K值仔細的去觀察 當K值小於5以下的時候 其實K值在60分線的時候很少是低於5哦 如果低於5以下就代表說他具備了短線上 技術分析的一個短線反彈的一個契機 所以我們昨天就跟大家分享這個訊息嘛 他有機會反彈然後再往下走 好那這個地方呢 今天早上一度就直接開低嘛 開盤開低 那一度還大跌243點嘛 那來到這個10180點這個位置 那既然他開低 他一定讓K值又往下掉了更低嘛 所以這個K值早盤一度來到3.7 已經是低到一個匪夷所設定 因為K值指標他是0到100之間來來回回 他是屬於一個百檔型的指標 他最低也不會到0嘛 那這個地方來到3.7 已經是非常非常少見的一個數字了 所以他短線上負乖離很大 所以我們就研判說開低之後 他有機會開始醞釀一個反彈 往上做一個走高 結果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他確實也反彈了 而且反彈的這個強度非常的強 那這個地方出現一個下影線 下影線高達111點 那很多投資朋友就問說 這個下影線高達111點 是不是這個盤準備要就是落底 然後單腳要一飛充電 呈現一個V字形反轉的呢 其實這個地方 可能跟各位投資朋友想像的又不太一樣 為什麼 我們用這個證據 來跟各位投資朋友做一個分享 在今年的5月份 5月份當時是川普從 這個2000億美元商品 針對中國克制關稅 本來是10%嘛 他把它拉高到25% 所以當然也造成了 5月份出現一個800點的崩盤嘛 那當時800點崩盤是11097嘛 那11097一路跌下來 當時也出現了一次高達白點的下影線 就是加權股價指數的一個小時線圖 那我們看到左手邊這個地方出現一個117點的一個下影線 那117點下影線之後呢 他後面還往上漲一天兩天喔 但是後面他又出現一次低點 兩次低點 三次低點 所以啊 你從這個例子 你可以 就是直接講說這個地方出現一個下影線 而且往上大漲 就代表說他正式落跌嘛 其實不要預設立場 是未必喔 因為你必須看到 他有這個底部背離的跡象 確實有沒有從這個波段的下跌之後 到後來末端收斂到末端所有均線糾結 他已經站上去了 這邊才正式落跌反彈翻多嘛 那左手邊這個地方長下影線 他是在修正短線跌很快 跌很急的一個 負乖離過大的一個反彈嘛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波的下跌 他出現了三次的底部背離 你看這個地方一次兩次三次 價格都比前面的低點來的更低 可是你看KD指標這個60分的喔 他比前面的這個低點來的更高 一次兩次三次有沒有 他的K值的越來越來越高 K值的低點是越來越高 可是你看那個指數是越來越低 有沒有 這個叫做底部背離的現象 這種底部背離的現象出現了三次之後 也沒有立刻反彈 他三次之後才開始慢慢的緩步墊高 然後震盪之後 讓整個均線糾結 那大家成本區域一致之後 股價站上去 那10227正式在這個地方確定 他是低點之後 他才開始開啟了這個 6月份的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反彈行情嘛 好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如果我們把這個圖 把這個兩段圖我們把它結合在一起 因為那個均線糾結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我們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跟各位投資朋友做一個分享 你這樣子看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來我們看到左手邊是5月份 下影線117點 有沒有那個地方 8月份這個地方下影線 今天111點 好 那你仔細看一下 左手邊11097 跟我們這一次10994的這個高點 你覺得有什麼地方不一樣呢 這個地方跟我們現在到底差一差哪裡 你仔細看一下 這個地方我們黃色這條線有沒有 他還正在進行四而已嘛 你後面真正落底反彈 你必須要看到股價往上走高穿越上去嘛 現階段你看一下現在的位置 跟我們黃色這條線的位置 差距是不是還很遠 所以這就叫做負乖離過大 所以這叫做跌升反彈 既然是跌升反彈有沒有 不要預設立場 不要預設低點 就像我們左手邊 剛剛跟各位投資朋友分享過的一樣 你看到左手邊的下影線出現之後 後面還有沒有新的低點 有可能嘛 是有可能吧 好 那這個地方同樣的道理 各位投資朋友可以把這張圖記起來 到時候我們再來做一個驗證 好 那如果我們從周線的立場 從周線比較長線角度來看 那這個地方 你看到這個地方黃色的趨勢線 左手邊 它過去的一年兩年以來 它是一個明顯的上升趨勢線 可是我們看到 在今年以來 它雖然有一個反彈 從去年10月份 去年10月份也是因為關稅2000億 那課增10%關稅 那這個地方下跌1700點 反彈之後再往下跌 再反彈 再往下跌 所以這個地方 你從周線架構來看 看起來好像類似一個賣當勞的M頭 那我們先前提過 這是一個三角收斂的一個交叉的一個位置 逢高 有些股票再高檔的 你要站在賣方 關鍵價位是10800 你現在回頭去看 10800 是不是一個相對高的一個位置 好 那這個地方呢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黃色曲線 它是往下走的 而且這個地方看起來是一個賣當勞的M頭 那KD指標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右邊的這個高點 比左邊的高點來的低 指數位置也是一樣 所以你不要去預設立場 不要去預設立場 風險還沒有消失 因為貿易戰的影響還存在 中國到目前為止 它也還沒有正式出手用力的反擊 這個地方還沒有 它只讓這個人民幣貶值 然後不買美國農產品 它後面還有很多很糟 放在這個口袋名單裡面 它還沒有拿出來 但是有些股票呢 在這個地方感覺上好像準備要落底了 但是這些股票是潛力股 你可以先留意 先放到你的口袋自選股裡面 我們好好做一個觀察 那上禮拜五 我們有跟各位同學分享說 貿易戰在發動攻擊的時候 這個地方有些股票 它會特別強勁 那禮拜五 我們跟大家分享的是 是加隆跟中右 這樣當股票嘛 加隆禮拜五有往上做一個走高嘛 突破數的均線 中右也是一樣嘛 好 那禮拜一的時候 有沒有加隆是漲9%嘛 那很明顯是突破數的均線嘛 但是今天呢 今天為什麼加隆它會走出這種 創新高之後的拉回 而且拉回幅度相當深喔 為什麼它會這樣子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 為什麼今天加隆會有這種走勢 你仔細看一下 它今天是不是創波段新高 是不是比前面的高點 最高點喔 最高價是來的更高 沒錯嘛 很明顯的 高點它是過前高 但是你再仔細看一下 它的K值有沒有 這是一個小技巧 K值有沒有過前面高點的K值 沒有嘛 所以這個地方就代表說 它是一個指標背離的現象 也就是說它的指數已經過高了 股價已經過高了 但是指標跟不上嘛 代表說它有點虛漲 再加上成交量爆量 它呈現整個波段也來大量 所以加隆這檔股票 它雖然有一個黃金的一個概念 因為現在國際股市在崩跌 所以黃金成為資金避險的標的嘛 那它是做這個廢金屬回收 有一個黃金的提煉的概念 那也有稀土的概念 所以它成為市場資金追捧的焦點 但是你從技術面的角度來看 它出現的是價格創高的指標背離 所以逢高一定要站在賣方 尤其是成交到放大嘛 所以這檔股票 當然今天你就是要做一個逢高調節 獲利了解 先把錢放在口袋 等待它拉回整理之後 其實它這個地方 就是還是往上的嘛 拉回整理之後 再來考慮 未來有沒有機會再做進場 因為將來如果中國 把稀土牌拿出來 搞不好它又動了也不一定嘛 只是說這個地方 它拉回整理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辛苦一些些 好 那再來是其他還有很多好股票 在這個時候 像今天有些股票還創新高 而且尾盤都拉高 好 像這檔股票 因為這檔股票呢 其實它也還在這個法人的成本附近 其實我有特別留意到 這檔股票你看這個地方 成交量很明顯放大 因為法人剛剛進場嘛 這個地方剛好因為大盤跌下來 所以你的成本 在今天這個位置 是跟法人非常非常非常靠近的 所以這是一個機會嘛 你可以上車跟法人 站在同一陣線的一個好股票 而且你看這個地方 可以立指標往上嘛 價量齊陽 有沒有 價格成交上齊陽 而且這個趨勢 是很明顯的向上的一個走勢圖嘛 好 那這檔股票呢 在我們接下來 如果還有持續往上的話 那我們再來跟各位投資朋友做一個分享 好 那這個資料裡面我們會提供啦 那像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美國總統川普 他說這個美股鐵這麼兇 他會不會害怕 他說他完全不擔心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他要持續的對中國進行施壓 我們看第一次的貿易戰啊 這個新的這個措施 都導致於說美國股市大跌 比如說去年的10月份 今年的5月份 還有現在的這個8月份 3000億要克10% 但是將來他說有可能會 施壓直到中國達成協議為止 他未來有可能會甚至於克到25% 但是為什麼川普他不擔心呢 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為什麼他不擔心他不害怕呢 因為他也準備 他看到中國人民幣扁破期 他也準備要打這個匯率戰 打這個貨幣戰爭 9月18號降息一碼幾率已經高達100% 降息兩碼幾率也高達 也是只有18.8% 所以這個地方呢 短線9月18他就有機會做一個降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美元指數 他是往下做一個回落 所以這個地方呢 雖然他說別人 雖然說中國是這個操縱匯率 可是實際上他自己也在做同樣事情嘛 因為他背後他有他的目的存在 他想要贏得美國總統的一個大選 所以他一直不斷的施壓中國嘛 也施壓聯準會嘛 那他背後是有他的目的 所以股票市場短線上波動還是會持續的 為什麼 因為VIX恐慌指數在今年 在昨天他已經 他的恐慌程度已經超越今年5月份 今年5月份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5月份是跌這一段 跌這一段台北股市跌800點 那這次台北股市也已經跌800點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恐慌指數有沒有 他的恐慌程度其實已經超越今年5月份了 所以我們才說在這個地方 你不要預設低點 不要預設低點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跟大家分享 說這個地方要小心要注意 你看這個地方7月26號禮拜五 我們就說這個地方位置很尷尬 見不起跟長黑 因為當時這個KD指標在高檔 已經出現了一個死亡交叉收斂了嘛 在這個地方 好那當時還有這個 當時位置還剩10891嘛 接近10900 那我還特別畫這條線 我說如果不小心跌破 他出現跟長黑可以灌殺 跌破關鍵價10800該怎麼辦 你早就該想好該怎麼辦嗎 如果跌破你所有的個股股票 該停損的你要停損 該停利要停利嘛 現金為王你要依序出場嘛 那下來的時候 你才有機會去選擇好股票嘛 那7月30號這個地方上跪指數 上跪通常會領先上市往下跌 在7月30號禮拜二的時候 這個地方上跪就大跌1.37% 他跌破所有的均線 那跟4月26號是很接近很像的 這種形態上是很像的 所以我們就提醒大家說 小心趨勢反轉嘛 所以這個地方 有沒有我們是領先提醒各位投資朋友 但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看到過去的歷史 貿易戰他會為台股創造一個好買點 重點是當這個好買點來的時候有沒有 你要選擇一些好的股票 所以我們在高檔已經避開風險嘛 那接下來超跌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這個超跌 那有一個超額報酬的時候 你才來做一個進場 所以現階段其實還不用太急 那你這個資金還是要嚴格控管 那總統大選是絕對會有好的股票 所以這個地方呢我們有特別留意啦 我們這個股民團隊有特別留意一些 好的基優的個股 我們先放在口袋名單裡面嘛 我們有精選8檔 那我們放在這個自選藏寶圖裡面啊 也歡迎各位投資朋友 在我們這個股民當家的 我們這影片的這個下方 有做一個索取的網址 也歡迎各位投資朋友來索取這8檔股票 那但是8檔股票呢 你索取之後 你如果也認同說這是好股票 那值得留意 你可以先把它設成自選股嘛 等待時機成熟 大盤正式落底 準備要翻揚向上了 你再來做一個奮力一擊嘛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 做一個參考 那更多訊息 我們會持續的放在我們股民當家 LINE群組來跟各位投資朋友 追個分享 那我們的帳號是小小鼠 HCD5326J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以網直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